各位师兄大德 我是小赖 欢迎来到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欣然法师讲自己的故事 地藏菩萨给我三个奇迹 1946年夏天 我在上海冷言佛学院读书 一夜由于晚睡而患上了重感冒 当时虽有医院诊治 但不久却变成剧烈的百日咳 差不多每小时咳嗽数十次 每次非可置心偶 其夜不止 每回服药 每回呕吐 每回注射 每回无效 三餐只食液体的米汤 其他的干制食品一概无法禁用 而且每日夜间总是辗转反侧 难以入眠 甚为痛苦 暑假期间 同学们有朝拜地藏菩萨 圣祭九华山之意 我默然自私 如让无用的色身病死上海 何如让其为朝拜菩萨而牺牲 来得富有意义呢 于是我决定参加他们的行列出发 强打起精神 拖着绵弱的身体 跟随他们前进 当然 其间乘车 乘船的时候比较多 不然 我也去不了 我们一行曾乘火车 汽车 经过南京 五湖 又曾乘轮船 鸣船 直驱大同 倾城 虽然长途颠簸和烈日长空 我们都不曾为困劳而休憩 这一路上 我自己是 默念住地藏菩萨的圣号 一心坚持不绝 由于一层层的伸展 一段段与菩萨道场的接近 我的内心 已一点点地增加着 勇气和喜悦 虽然我每日 只仅是几杯流至的牛奶 而身心的愉快 却能知识不坠 在长江上 轮船于波浪进行中 旅客们大多疲困欲眠 我朦胧间 互见一位苦行僧前来告称 咳嗽不必忧虑 多吃西瓜 冰水等的良品 必可自愈 眼已不见 不多久 面前恍惚摆着灿红而芬芳的 一片西瓜 不由信手取来异常 极敢通身舒畅 快爽于常 但此时我自己憨声一响 却唤醒过来 举目一望 恰巧同学们 也正在大吃西瓜 自然我也如梦境式的 信手食用了 不易 该夜因此居然获得 护益寻常的熟睡 次日咳嗽竟减少很多 使我以后 更大胆地继续冷吃了 这是一项奇迹 大同志清城 必须经过一段内核滞留的水路 一段不太短暂的墨迁趋近 水路一段的名传 有同学们自作主角 协同合力滑水 故前进如飞 为汉路的一段 属于湿滑的田径 故步履颇为艰难 尤其带着病体的我 更敢沉重不前 成为同行中的大累赘 因而 当夜到达清城南门某次流宿的时候 我又发生了剧烈的咳嗽 关心的几位同学 为我向前殿肉身菩萨钱求签 得千云 大海遇狂风 巨浪击船中 船身附尸铁 不沉也惊魂 求完 即将签示给我 我看了颇有误解 音像他们说道 一路上我曾不断地敬念菩萨圣后 声的意志极为坚强 现在虽有危险的镜像 自信必如现代铁壳军舰式的安然度过 寝无忧虑果然 炎至半夜 咳嗽就告停止 一尘特别地感到鸡肠碌碌 一连吃了两碗粥才够满足 全身气力也由此而增加了许多 自清城至九华山的六十余里的山路 我已能不太落后的尾随行列而上 这是第二项奇迹 顺言山境迈进 我们曾经过有 规模宏伟的龙庵寺 茅蓬坊式的二神庵 一宿庵 景之幽绝的小桥庵 大桥庵内有最近年代的肉身菩萨 翠竹秘英的甘露寺内 有唐宋两代的全部藏经 招风清凉而茶味沁人的半宵亭 在这些地方 我们均曾逗留与参拜 虽也有欣赏风景的心理 但匆促的时间 终缺迎风梦月之情 最后寻礼至支援寺 正值该寺奖金法会其中 我们观览一回 积极体就诉于下百岁公 这时 我白日的咳嗽 只剩每小时数次而已 第一次留宿在圣地 大家欢喜之情 洋溢于言表 寺中监院的接待 亲切与周到 更足令我们舒适 而熟睡至不知东方之计百 其至我起床时 同学们已分批向圣地 各一计朝拜去 我既然能耐千里之劳 抵达圣地 当无独自在求养病之理 因而 我也连曾披带依据 自画成四起 向神光领菩萨肉身塔 一步一拜地朝礼去 在朝拜中 我冥想那些一步一拜 朝礼四大名山的老修行们 虔诚的精神 不觉惭愧万分 似我这样微默的行动 怎能表示敬仰和回报 菩萨恩德于万一呢 一步一拜地穿过南天门 经历阴森森的石王殿 才投向菩萨塔下 又陡又高的世界 这时我气喘如牛 汗流如雨 但却心境如尽 身清如风 一种百脉通畅 百念扫除的心境 实在无法加以形容 因而 很快地就到达菩萨的塔前 继续鼎礼四十八拜后 全身精神焕发 不止疲劳全无 而且自此苦壳之病 消除无余 这是第三奇迹 在九华山数日 我遍理了所有的道场圣经 拜见了不少肉身祖师像 连最高的天台风地藏灵 一线天 八万四千斤幽冥中的风顶 天险透桥等的圣经 也都静灯无遗 回到上海时 换回一幅活跃而健康的身躯 令人不敢相信 即是弱不禁风的我 这是谁的赐欲 这是谁力所知 是大院地藏菩萨的词户 是大院地藏菩萨的恩典 不然我也许早已 摸于上海了 南摩大院地藏菩萨摩赫萨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